一首《中国人》让外界看到台独的脆弱 香港歌手刘德华近日在台北小巨蛋举行演唱会 其中有一首歌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人》 这首为庆祝香港回归而创作的歌曲 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刘德华寻回演唱会 每场必唱的经典曲目之一 但这次在台北 一些绿营政客却对此大为破防 宣称刘德华是来台湾搞统战的 演唱会不值得去看一眼 这让外界看到台独的内心是多么的脆弱 手牵着手不分你我 昂首向前走 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在台独分子看来 这些歌词已然让他们破防 于是他们拿出惯用手法 试图给刘德华贴上媚共标签 发布煽动仇恨对立的报道和言论 对其搞网报 继而把正常的文化交流活动泛政治化 然而他们大概忽略了 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都是台湾人 而当天演唱会现场 当刘德华唱到中国人这首歌时 全场的大合唱更是说明了岛内的人心所向 台独分子在国际上靠出卖台湾利益 与反华势力勾兑 在岛内则是草木皆兵 但凡跟大陆祖国沾上点边 就要千方百计打压 比如大陆的黄飞红花生 罗斯坟等美食 被民进党当局禁止在台售卖 大陆影视剧《甄嬛传》 《庆余年》等在岛内热播 连许多绿营政客都偷偷追剧 民进党当局却对外应说 这些句是统战工具 爱奇艺 淘宝 抖音等大陆软件 深受台湾民众喜爱 却陆续遭到民进党当局封杀等等 民进党当局屡屡穷尽手段 阻挠破坏两岸民间交流 说到底是害怕两岸同胞走近走亲 不过人心是挡不住的 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反中套路 岛内网友并不买账 这次绿营在网络上疯狂带风向 不仅没占到便宜 反而被岛内网友连连抨击讽刺 我只是想看偶像唱歌表演而已 你们也太政治化了吧 拜托 不懂不要乱弹琴 这首歌大家去KTV都会点 既然刘德华是来统战 为什么还有绿营立委 买票去看演唱会呢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都是中国人 这是刘唐在血液中 镌刻在基因里的 绿营想要碰瓷炒作制造对立 渲染敌我意识 甚至生造硬掰胡乱开黑 是不可能得逞的 他们别忘了 要和平不要战争 要发展不要衰退 要交流不要分离 要合作不要对抗 是岛内的主流民意 妄图阻挠两岸交流的主流民意 注定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两岸同胞同受中华文化滋养补育 这是任何政治力量 都无法拆解的历史文化根基 无论民间党当局如何扭曲事实 设置阻碍 两岸同胞始终保持人文往来不停 文化交流不断 流淌在广大台湾同胞血液里的 中华文化基因 是岛内台独势力 无论怎么搞去中国化 怎么破坏两岸文化交流 都改变不了的 同胞血液里的